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您 您第一次喝茶的时候 有没有记得自己是多大 应该说是从小就开始喝 但是真正自己喜欢去了解它的话 还是自己从学校毕业出来 步入社会之后 那步入社会以后 真正开始喝茶 是您的一个朋友还是家人 是怎样的一个机会 介绍您来喝这个茶呢 也是朋友吧 因为工作嘛 它会接触到一些人 然后他们自己开了有茶庄 就会去他茶庄里面喝茶 就会发现其实茶 真的口感 不论说从口感 还是从营养方面 或者说从养生方面 都是挺好的 所以您就是喝茶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健康 或者是一个自己的生活情趣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想学习更多的我们中国 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文化吧 那您觉得就是说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 早上可能会喝茶 还是晚上可能会喝茶 它这个喝茶的时间 您是怎么选择 是有什么事情 会喝点什么样的茶呢 喝茶其实的话对 也是要讲究时间段 早中晚都时宜 但是的话就是看您 还有您的体质来喝茶 早上的话像我们女孩子嘛 就可能会比较适合 喝一些红茶 或说普洱茶 养胃暖胃嘛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 像晚上呢 也会可以说喝一些普洱啊之类的 就要看男士的话 他喜欢喝生脱 也都可以 就看其实还是最主要是 个人喜好吧 那从这个男女喝茶的不同来说 是不是我们中医的一些阴阳 跟茶有关系呢 对 这个也有关系 也离不开 还有就是一个体质 每个人的体质 如果像你的体质 如果说是比较 本身就比较凉一点 含凉一点 就是比较虚一点 那么你就适合喝一些温和型的 像红茶就要暖胃养胃嘛 普洱也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今天呢 是一个天气这么好的天 就是非常晴 太阳也很足 跟最近前面几天可能不一样 今天您喝了什么茶 今天的话其实 这种天气可以来一点绿茶 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